月初才造訪日本沖繩 不到兩個星期 台北市長康文哲又要去新加坡 說要推廣台北市政 但都要卸任了 這責任不是該交給準市長蔣萬安嗎 蔣萬安一貫知識回應 康文哲交棒前趕著出訪 這次換快閃新加坡 15號凌晨出發 要去參訪當地的智慧城市跟雙女教育 16號晚上就抵台 雖然只有兩天一夜 但25號就要交接 等於返台後只剩8天 他就要卸下市長職務 政治還是連續的 整個台北市的一化計畫 我們還是有拟定大綱 包括大數據中心下面怎麼走 還有雙語教育 新加坡花28年才完成整個雙語教育 但我覺得台北不可能花那麼長的時間 要向新加坡學習 但康文哲會來後 怎麼利用當市長的這8天來推進 局處長也不是人人都留任 加上雙語教育跟智慧城市 也不在24個交接項目內 更別說未來市政破壞 全取決蔣萬安的政策規劃 等於去這一趟很可能沒有用 如果沒有辦法落實 那你現在不是就是在浪費台北市民的公堂嗎 還是柯文哲柯市長您真的想要答應 蔣萬安成為他的市政顧問呢 未來如果他不具有公職的身份 出訪可能安排不到官市或者是高階的這個會面 卸任的時候還是要卡市政府的便宜 去進行這種個人的外交 我覺得是相當可笑的 藍綠議員同聲批 柯文哲就算帶回成果 也得看柯規 蔣萬安跟不跟隨 TVBS新聞話少平立平台北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